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這個插入函數裡面它有分類 有沒有這麼多類別 當然不是叫你每個都要學會 所以其實要學函數 最重要是你要了解 那個函數要怎麼使用的方法 還有整個步驟 你大概知道原來這個函數 主要就是幫我們解決問題的 然後怎麼做 即便你將來沒有用過某些函數 那你大概看一下你也會用 這樣就夠了我覺得 所以其實250幾個函數 不是叫你每個都要完全徹底了解 但至少你有時間的話 多去使用它 用久了自然你就會有一定的了解 至於說如果你手邊沒有相關的案例 或者你可能沒有在工作上用到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找一些書籍 裡面其實都有一些範例 可以拿來練習看看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解決第一這個問題 哪個問題 就是我需要的是這樣 就是一個它的性 然後再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判斷它是男生還是女生 如果是男生 那幫我加什麼 加先生兩個字 那反思的話呢 幫我加小姐兩個字 所以這個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那基本上它是 有點 也是要分兩階段 可是兩階段是串在一起的 所以兩個東西串在一起 那如果要串在一起的話 記得 如果兩個文字要串在一起的話 你就必須用這個符號 那個AND的符號 那個AND的符號呢 實際上就是把兩個東西串在一起的一個固定符號 那這個也是有裡面的固定規則 個人要稍微習慣一下 那所以我們分兩階 第一個階段就是把前面的信式拿出來 所以第一個 這個游標放在稱呼 然後呢 插入函數的時候呢 我們用Labs 所以找到這個文字類裡面的Labs函數 L開頭的 所以在這邊 然後呢 按確定 然後跟它講說 那名字在這裡 那我要它的信一個字就可以了 按確定 好 然後後面是插在稱呼 那稱呼的話呢 當然你不能說 我看到它是先生 所以我AND的什麼 AND的這邊就直接打什麼 打先生 那如果你現在打先生 也許在這個問題上面是對的 可是問題呢 在其他地方就不對 有沒有 無先生 這邊會出 那你往下拉 變成每個都先生的 那小姐怎麼辦 就沒有 那小姐就來改嘛 那你這樣子等於做一半 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未來你會出現說 可能有兩個選項以上的話 可能是先生 也可能是小姐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呢 你就要知道說 這邊會需要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 那個判斷的依序是什麼 所以以後啦 就大概是這樣啦 那這個大概工作上 一定會有非常非常多 如果 所以你就要思考 如果 那只是說 要怎麼樣把這個公式 串在這裡面 OK 那當然 第一個 我們就是 一樣是需要end的 所以這邊特別注意 這個先生先拿掉 end什麼東西 那後面的話呢 如果可能是先生 也可能是小姐的話 那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再插入函數 什麼函數呢 那你可以自己打if 這邊打if 它也會出現錢瓜壺 然後叫你自己打 有沒有 123 這個是方法意義啦 但如果你覺得這個不太好操作的話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呢 先打一個end 然後後面的話呢 我還要加if 並且幫我跳出 像之前那樣的視窗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個前方 有沒有 我們如果第一次插入函數 是從這邊 那如果後面你還要再繼續插入 其他函數的話 請你找到前面 這個地方 OK 那比如說我後面還要再插入 那個if函數的話 那你又要放這裡 然後按這邊有個if 或者是找那個什麼 其實一樣啦 其他函數也跳出這一個 你可以找到什麼 找到邏輯裡面的if 當你按確定呢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這個if 加到end的後面 有沒有 並且跳出這個視窗 讓你用填的 當然你要自己打也可以啦 這兩個方法 當然看你的習慣 反正不要打錯就OK了 如果什麼呢 條件跟他講說 如果 性別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所以你就點這個一下 點它一下 如果這個儲存格 就B10的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 假設是等於男生的話 那因為男生 它是個文字 所以記得 只要是文字 前後都要加雙以後 然後呢 你就打個男 OK 那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那我要做什麼 那你就幫我輸出先生兩個字 所以打個先生 那反之 反之就false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是小減 所以他就會幫你判斷 到底他是先生還是小減 當然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如果我把它改成女 對不對 也可以啊 上下顛倒就好了 OK 其實都可以啦 只是說 大家目前看到 好像用男會比較簡單 差不多啦 反正你習慣就好了 如果你改成女的話 那為初就是小減 反之就是先生 OK 按確定 好 這樣向下填滿看看 OK 好 這樣的結果 對不對 看起來應該都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的話 等於就跟剛剛那一題不太一樣 是 剛剛那個是函數裡面加函數 那這個是函數在串接 有沒有 所以這個有個and的符號 串接函數 如果當然還有 後面你還可以再去and下去 OK 那這個可能你要很熟悉 因為 因為如果你可以熟悉這些啦 如果可以講 以後你要解決那個理事業裡面的問題的話 哇 那就很非常非常簡單 兩下就OK了 事情馬上就解決了 感覺好像晴雨流水 一下事情 通通做完了 那剩下時間 你就可以 看你要幹嘛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 他有一個詞叫裝忙 上班 那 因為之前上過課 覺得說 老師我突然事情都做完了 以前上班很忙很累 現在都不用 因為都會了 馬上都OK 然後我說 那你剩下時間要幹嘛 他回答我兩個字 我剛才不知道這什麼意思 他說裝忙 有沒有 原來 我說 原來還有這個裝忙這個詞彙 OK 那我說 為什麼你要裝忙 他說 如果我做完了 然後我跟老闆說 我做完了 老闆一定會再給我更多的工作 他絕對不是 沒事 你就休息 應該沒有這種佛心老闆 或慈善事業 所以他說 那我又沒有多領薪水 所以我乾脆就裝忙 OK 所以其實很多職場 當然職場文化 不過前提是說 你還有能力可以裝忙 那就蠻厲害的 但是有很多人真的不是裝忙 是非常忙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不會的話 就每天都在做一些重複性的動作 所以會不會這些東西 我覺得其實工作效率是相差十萬八千里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那個 剛剛講到的這個LAPT 函數這邊 OK 試著做 其他LAPT 我想應該就比較簡單 這個我就不特別講 請各位自己把它 把它完成 那底下的話 可能還有這個TWIN 這個TWIN 比較特殊的話 就是說 它這個函數的用途是 將文字中多餘的空白刪除 那意思是說 空白刪除 那我們理解說 那如果這個中華民國這邊 他就會把所有空白都拿掉嗎 I love you 這個應該也是 不過你會發現 它會出現一個問題 所以文字類裡面 你找到那個T開頭的 在比較底下 TWIN這個函數 然後呢 文字給他 按確定 向下填滿看看 他有沒有把多餘的字刪掉呢 有 可是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英文OK耶 因為英文有些是要保留空白字 沒問題 有沒有 這個是多的 但是中文的空白 理論上 應該字跟字中間 不需要有空白吧 因為我們的文法不太一樣 英文是字跟字中間空白 對不對 中文字沒有在空白的 可是跟各位講 這個TWIN這個函數 它就是只能夠針對英文 那你想說 那不對啊 如果我有英文又有中文 那我要分別個別處理的話 怎麼辦 OK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有兩個 兩條路 一個是中文 一個是英文 所以你需要 想個辦法 可以來判斷 到底你的資料是中文還是英文 那怎麼做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需要用到哪個函數 所以喔 這個的話延伸性的 那還有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如何判斷 你那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到底是中文還是英文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如果是中文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把所有的空白拿掉 這第二個問題 OK 所以這個也許請各位 想想看 如果這個問題可以解決的話 那以後 如果你當時遇到這個問題 你就可以馬上解決啦 那如果你不會的話 怎麼辦 難不成要突發煉鋼嗎 慢慢自己在那邊 點兩下 或者你可能比較聰明的是 用取代嘛 取代的話是 常用裡面有一個 有沒有 這個 取代 那取代的話 就是把空白 取代成沒有 不過這個取代的話 它會變成怎麼樣 它會變成全部都取代了 那不對啊 如果全部取代的話 全部都沒有空白了 那也不對啊 有沒有 等於是 全部一網打進了 那可是問題 我希望 英文要有空白啊 那就是 所以喔 這個恐怕你要去思考一下 如何做 所以請各位先把 剛剛Lab的這件完成 然後思考一下 剛剛講的這個 Twin的這個問題 試試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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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